大家好,Kyokoです 我們來到第二星期的日常單字 我們繼續講一些關於人名的用字 今天第一個要講的就是 3 在我們形容先生、小姐、女士的時候 你記得後面要加這個 3 例如你想介紹我的時候 你可以說 Kyoko-san 如果你覺得我很可愛的話 或者我是小朋友的時候 你可以加 Kyoko-san 如果是男孩子的話 後面就可以加 Kun 譬如可以是 太郎-kun 這樣的 或者是背份低過你 小過你的時候 你就可以叫他做 Kuna 然後第四個要講的就是 jin 代表國籍的意思 或者簡單點是 什麼地方的人 比如是 香港人 日本人 這樣的 然後第五個要講的就是 Dare Dare 是誰人的意思 當你想有禮貌的時候 你可以說 Donata Donata 什麼時候會用Donata 例如有時候 一些公司的時候 或者你需要尊敬她的長輩的時候 你都需要用這個Donata 好 一樣我們今天就記住這五個先了 我們重複一次 先生小姐女士 是用Sang 或者女孩子 或者你覺得她很可愛的 又或者是小朋友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 男孩子或者背份低過你 小過你的人 就可以用 Kun 第四個 講什麼國籍 什麼地方的人 就可以說 什麼什麼 jin 第五個傻人 就可以說 Dare 或者Donata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到下面留言 到下面留言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左右兩邊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點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裡會有更多日本的資訊 到下面留言 拜拜